大概每一道题大概会这样,就是会给你需要的工作表,那你就帮我把它一个一个分别完成 那完成的结果就是上面要看到我要看到的东西,把这个资料放过来 然后呢并且把那个栏文名称去掉,分成三个方法 那index我们之前有讲过了,所以我们今天接着来看那个index index基本上的话就刚讲,首先要取得B2,不过B2那个2,下面就B3,一直以此类推 所以其实这个位置,它基本上有个规律性,就是说每一个 这个所抓取的资料,它一定是一个连续的数字23456789 所以如果我可以怎么样,可以让它这个数字产生的话 那我当然可以把那个数字再放到B后面串接的话 那理论上就可以达到我要的那个结果 所以理论上第一个我先产生那个数字 那首先我第一个可以用什么 前面讲过,需要产生23456789 OK,那我可以用column嘛 column里面的话,当然第一个它先抓到它目前所在的储存格 不过因为之前好像用过那个这个日期 所以它会是日期,我把它改为通用 OK,它里面是4 4减掉多少呢,我要2嘛,所以减掉2 OK,那叫2,column -2,然后向右 2345就出来了 向下,但它还是2345 所以呢,我希望 如果向右 第一次它不要加上,因为4缆,4的倍数 那如果可以怎么样,加上什么4的倍数几倍呢 根据什么,根据row row的话呢,就是现在所谓的列 现在所在的列是第二列 那第二列先把它剪掉 因为我这一列不加上4的倍数 那下一列的话呢,再加上4的一倍 4两倍,所以后面乘上4就可以了 记得这边一定要刮乎起来 因为如果没有刮乎的话,它会变成先乘 再减那就错了 OK,先减掉 再乘几倍 那意思就是说呢,根据什么 根据我的列 OK,我现在如果在第二列的话 那我一定就0嘛 0乘上4还是0 所以这等于是维持 可是3的话呢,它就加1倍 4加2倍,一之类推 那这个方法其实还蛮好用的 以后蛮多地方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产生你要的这个表格 那向右再把它向下 那我只要到33就OK了 好,那这样的话呢 第一步就完成 可是我要第二步怎么样 再把这个Color跟Raw把它剪下来 放到刚刚的那个Indurator 所以Indurator函数的话呢 就把这个地方再加上去就可以 Indurator 然后我刚刚那个是B2 所以这边双引号先两个B2 但问题来了,我现在2 不是变成要变 改变的,所以后面的话请你把2删掉 串接一个什么呢 And后面的东西 就把刚刚的东西把它贴上 那你可以发现 因为它产生的是2 这个2呢遇到And会自动变成双引号 然后又再跟B串在一起 所以B又串在里面 所以各位看到了 它会显示出来就B2了 OK,就是这样的逻辑 然后OK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的向右 再向下 基本上就OK了 那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前面的蓝名 那我可以透过上个礼拜讲过的 你可以再减下 然后做什么呢 插入一个那个MID 因为我基本上 可以用哪个字开始 那那个MID在文字里面 所以文字类里面的话 我用MID 所以这个跟上个礼拜一样嘛 就把刚刚的字 刚刚的公司贴上 OK好,所以刚刚那一串嘛 Indirect 然后column加入 那从哪个字开始呢 从他这个字的长度 四个字 所以加一个LEN 你就加LEN 那个栏位名称 刚好栏位名称的数字 刚好都有一个 可以 这个参考的 因为四个字嘛 那我就1234 加上冒号 加上下一个字 所以加两个字 因为我冒号不要 冒号的下一个字 所以要加两个字 那后面我全要的话 所以我就99 就全要了 OK,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理论上 还有按确定之前 你可能要注意就是 待会要向右 向下 向右要改变 所以E前面不要说 D前面不要说 那向下不能改变 所以D前面 E的前面一定要说 因为我向下要固定嘛 不能说E变2嘛 一定要固定在第一列 但是 DEFG这个要变 因为我下一栏 因为主要参考它里面几个字嘛 所以用LEN算出来 这边是四个字 这边就两个字 刚好前面两个字嘛 这两个字 这四个字 OK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我们可以很快的把我一号的资料呢 把它变出来 按确定 好 然后把它向右 再向下 这样子 这边的资料就通通倒过来了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所以考试的话 上个礼拜的index 请自行再参阅一下 那个上个礼拜 我有影片也把它录一下 那上个礼拜有讲VBA 所以也许你考试的时候 就会看到三个 那你就要分别把一二三 VBA也要把它做出来 那上个礼拜的东西 基本上在我们Polo上 我有贴了在这边 上个礼拜基本上是index加mid加VBA 那今天等于是多加一个那个inderector 上个礼拜讲的都在这里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吧 把这个 总共三个 等于是三个动作 把它拆开来看的话 这个是第一个 Colin加入 这个是第一个 再把它剪下来 放在inderector里面 这第二个 再把它剪下来 放在mid里面 第三个 所以一二三 就完成了 OK 请各位试试看吧 inderector部分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好 那其实学这些东西 主要目的当然就是 减少你那个 就是土法链钢 的这个时间 因为其实说真的 这个用土法链钢来做 真的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解决一个问题的话 通常还是需要用一些对的方法 如果你这个方法会的话 其实你 这个资料马上就完成了 尤其是现在的资料量 所谓的大数据时代 资料量呢 大指的就是 无法用人工处理的资料量 那无法用人工处理的资料量的话 理论上你没办法用人工处理 那你就一定要用程式来解决 或者用那个像这种函数 用公式 才有办法把它 一次解决 否则的话呢 你可能就 工作效率 如果跟会这个的 员工比起来 你效率当然自然低落 所以其实在职场上 目前看到的结果就是 你专业度够的人 工作就轻松 而且效率就是很好 但是呢 如果你不会这些东西的话 当然效率 第一个就非常低落 第二个的话呢 你也会非常的忙碌 因为你不断在涂把链钢 那这个的结果就是说 你会发现 那个 你对于工作上的 那个自信心 也会非常薄落 所以你会发现 工作起来就会 非常的辛苦 因为我看到蛮多 就是在这方面 没有技能的同学 真的就是很吃亏 毕业之后的话 变成说 很多东西就要从头学起 如果老板 或者身边同事呢 比较善良一点 还愿意教你 如果他不愿意教你的话 你可能就是经常性的 就会很挫折 然后呢 可能每天就会面临 很大的压力 那相对的 大家不断的在换工作 所以这个 为什么一直换工作 其实到底 我想也应该可以理解 因为很多事情 他没办法深圳 他变成说 他压力会非常大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 把刚刚讲的 Indirect 试着做做看 所以期末考试的话呢 就会分成三个部分 Index Indirect 跟VBA 所以如果 期末抽到这一题的话 你就把这些练手 应该基本上就OK的 哦 谢谢大家